崔永元接连爆料贪污分赃故事中纪委支持没用,举报反备查,中共让事前主持人崔永元自5月以来不断爆料娱乐圈的黑幕,7月8日崔永元再次发声爆出即将在8月上映的电影《大轰炸》,是一个贪污和分赃的故事,还称将在9日再次公布华裔兄弟逃税违规相关资料。 崔永元微博曝光的部分合同,图源at崔永元,崔永元曝光的合同涉及的金额都很多图源at崔永元,《大轰炸》是贪污和分赃的故事,7月8日崔永元再次发声,这次爆出即将在8月上映的电影《大轰炸》,是一个贪污和分赃的故事。 崔永元在微博上称简单说,邵永华是大欺诈的主要指挥跨路的10亿元,打到和和影视帐上由他管理,后来江海洋又亲自管理过和和影视,而上海南国影视,也是江海洋参与的公司。 北京原画影业是导演肖峰参与的公司,原定8000万的投资15亿兜,没够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他还指,邵永华不但抓不到各方人士包括警方都不敢或不愿提他的名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大轰炸》?无非是一个贪污和分赃的故事。 此前崔永元爆料说,大轰炸是大欺诈该部电影四方合作,其中三方汉烙饱收承担风险的这方,就是手拿上海老百姓血汗前的甲方崔永元,有中纪委支持华裔兄弟在洁南逃崔永元这,之前发微博直指华裔兄弟,称将下周一9日再次公布华裔兄弟逃税违规相关资料。 7月6日崔永元发微博称,三天不打上房接瓦,我家铲使官,最近少说了这兄弟俩几句,用意再与股票涨一点,让反户逃跑下周一出手,将再次公布华裔兄弟逃税违规相关资料。 请股民注意,他还在微博中晒出了两份关于华裔兄弟的报道。 一份是大陆媒体7月3日的报道,称,华裔的王氏兄弟,正陷入一场害笑般的风波。 引爆点是华裔兄弟6月6日发布的一份公告,在这份股东股权质押公告中,王中军和王中磊手中的股票,经过质押分别只剩2.21%和1.04%。 另一份报道是,王中军在2014年接受专访时,表示,一个创业人套现,或者创业人去减持自己的股票,我觉得是太正常的事。 一个创业人,如果不去减持自己的股票创业干什么?难道最后等我死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都捐掉,或者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的儿子吗?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7月6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尊重规则需要同向发力一文,加强对影视行业添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中国纪检监察报称阴阳合同背后还有多种可能,除了存在偷税嫌疑外,还有一人借阴阳合同来抬高身下,或是规避限息令,以实现个人高骗酬,甚至可能存在利益输送,以及洗钱。 交易文章还一次回应了崔永元爆料中国明星偷税漏税和涉及阴阳合同,事件的处理进程称,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见次展开这里,不会仅仅止步于某个行业,某个领域,而会向全社会各个领域延展。 崔永元爆料先出五人崔永元的爆料,从冯小刚到范冰冰从阴阳合同到偷税漏税,再从电影手机二到电影大轰炸,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北京时间7月5日,崔永元在微博回应电影大轰炸,官方微博的讽刺称,其背后操控者或是施建祥,邵永华,江海洋,萨伟,杨子,其中邵永华,江海洋, 萨伟是崔永元第一次提及其中邵永华,江海洋,萨伟是崔永元第一次提及邵永华曾任当天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施建祥的快乐集团关系紧密。 江海洋是电影大轰炸的监制萧峰,是电影大轰炸的导演,2016年3月底快乐戏,包括当天财富,金鹿财行,金出现兑付问题,并宣布暂停兑付。 施建祥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此后,施建祥一直在海外之后,快乐集团发追逃名单,邵永华就在其中透露,行踪可能隐移在加拿大,此前崔永元直指电影大轰炸,欺诈上海百姓血汗前电影经费不少于15亿元人民币,7月4日电影大轰炸,官方微博发文则回应称电影花费为1.5亿元人民币, 这是投资方汇入剧组设置专用账户,不包括演员片酬的影片设置费,官方微博还发出了,我们强烈希望知道那15亿剩下的部分是谁洗钱弄走的,我们也很想知道如今的乱局,究竟是何人所为目的何在,究竟谁在大欺诈,请知道类型的崔老师,告诉我们洗钱的内幕,我们愿配合崔老师,一起把罪恶的黑手揪出来, 将黑幕大白于天下,2015年崔永元曾担任电影弹轰炸艺术顾问参与剧组创作,因此崔永元或多或少知道些电影的内幕, 崔永元举报,被应付疑似被警方调查此前,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五大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偏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但不是网友指出通知,中的新货不多是老生常谈,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而且也没有人因为崔永元爆料, 而被立案侦查或逮捕反而是6月24日,崔永元发表多条微博抗议当局,对其人身威胁不闻不问,还疑似对他进行调查 22日,崔永元在微博中也曾流露了对公安和税务部门的不满,北京时间6月24日上午, 崔永元连发两条微博,自称,疑似被警方调查崔永元微博6月24日上午,崔永元发微博说, 禅使官说,前两天at国家税务总局,着急忙慌的想再听一次情况汇报, 结果,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一脸严肃的,也跟着听,等到他们一开口, 禅使官就听出这是个别部门培养出来的有罪推定的警察叔叔粗糙粗暴粗线条,用的就是一件事, 问八遍的疲劳战术,谁给你们的这个权利,晚了违法了知道吗? 你们可真让人恶心,这条微博透露了几点信息一,国家税务机关借口,再听一次情况汇报主动约见崔永元, 结果真正训问小崔的人,是警察不是听,而是问二训问态度,简单粗暴直接了当, 警察的主观立场是有罪推定,三,标准的预审技巧,一件事问八遍 另外还有,6月20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文,怒批一些自媒体公众号为吸引点击, 将真相当投资一样致来致去挑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一次指向崔永元阿波罗网洋洋综合报道